专载自百家号作者 体弹秀宁秀42007年上任以来 莫雷已经在火箭队总经理的位置 上干了11年之久 是近些年火箭取得好成绩的重要保证 这其中就包括火箭曾取得的队市最长的22连胜 堪称火箭队的交付 而莫雷叫好友叫做的交易 也是让大家急于忧心 我们细数其中最著名的五大交易 第五位 帕森斯 2014年夏天 莫雷决定放弃匹配小牛队 为帕森斯开出的三年4500万美元的报价 当时有不少球迷失去这位火箭队的队长感到惋惜 不过是后台莫雷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帕森斯在小牛队的两个赛季数据都有些下滑 主要还受到了伤病的影响 16年加盟灰熊之后 总共只打了34场比赛 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养伤 灰熊花了2000多万美元的年薪 真是吃了哑巴亏 又苦说不出 第四位 麦迪很多火箭球迷 都非常喜欢姚明和麦迪的姚麦组合 但是这对组合虽然也有着不错的发挥 但是始终很难在季后赛有所突破 以过巅峰季的麦迪也无法避免被交易的命运 受到伤病影响的麦迪 2010年被火箭队交易到尼克斯 从此状态大幅消滑 甚至在2012年只能加盟CBA的青岛双星打比赛 第三位 霍华的尽管现在穿通大中锋不受待见 但是在2013年 霍华的还是很受欢迎的 在胡人郁郁不得志一个赛季后 莫雷用四年8800万美元的合同 将魔兽带到了休斯顿 组成了为震一时的魔灯组合 不过这样的光辉岁月只持续了三个赛季 由于霍华德的个性造成了更衣式的不可 最终莫雷不得不将霍华德纵走 第二位 保罗上个赛季 莫雷用贝弗利 德克尔 哈雷尔 西伊亚德 利金斯 路易斯威廉姆斯 威尔杰 66.1万美元 2018前三保护首轮等期换一的方式 从快船交易来保罗 众多业内人士也对此非常不解 不过上赛季尽管保罗因为伤病的原因 在常规范指打了58场 但是他在季后赛的超长发挥 还是让人记忆深刻 莫雷的这笔操作 也是被打了几乎满分 火箭队要想打进总决赛 甚至赌得总冠军 他们缺不了保罗 第一位 哈登哈登是莫雷为火箭队签下的第一位顶级巨星 当时他看中了哈登的潜力 利用雷霆的犹豫 用尖利米兰姆 开关马丁 2013年第一轮选秀权 2013年第二轮选秀权和2014年第一轮选秀权 换来科尔、奥尔德里奇、达奎恩顾客、詹姆斯、哈登和拉扎尔海沃德 事实证明 这个交易的赢家只有火箭队一个 哈登在火箭队逐渐成为联盟的顶级巨星 上赛季更是带领火箭队 拿到了队史最佳的15胜 那个人还获得了常规赛的MVP 这也是莫雷至今为止最成功的交易 没有之一 这个夏天 莫雷也有不少的精妙操作 九千万美 原始于年仅24岁的卡佩拉 240万老将帝新签约安东尼 这也保证了火箭队的完整性 下赛季他们仍有希望去和勇士抗河